喂喂喂 我是个英雄啊 这样吧 弄得就像鼻子给打爆了似的 咋 咋个都要死了 连死也死得比别人麻烦 原来就在刚刚 李小桓在船上发现了苗翠花 她以为小桓已经知道翠花是女扮男装片的 没想到小桓却以为是翠花横刀夺爱 找翠花摊牌 昨天在船上的一定是你 然而翠花见瞒不住了 镜瞎边乱造表示和苗大食言定三声 青梅竹马 借此希望可以摆脱小桓的纠缠以及让小桓死心 殊不知这样对小桓的伤害更大 回家的小桓看着父亲对苗大食殷切的期盼 心里苦不堪言 爹 你以后不要再提苗大食这个人了 但扣扣真是说要跟我成亲 一转身就跟苗翠花有奸戒 真是说者流泪 闻者伤心 李巴山当然不会罢休 随即曹邦悬赏寻人苗大食了 刚好方德出来凑热闹 你知不知道谁是苗大食 苗大食你都不认识啊 他不就是谁的四一太的老乡好咯 得知大家说的四一太正是翠花 方德真想找个洞钻进去 怒不可遏 急忙回府找翠花质问 你跟那个苗大食 到底有没有 奸情是不是啊 很难说出口是吧 翠花一下子不知道怎么跟方德解释 决定来个现场表演轻声说脚 冲出了房间 爸 这是有奸情啊 不然他的反应不会是这样的 方德那是被翠花搞得一头雾水 跑进跑出的还拿了点东西 只见翠花再出来之时 那英姿飒爽的样子惊呆了方德 原来苗大食就是你啊 你这个女人真是 我怎么这么倒霉 居然会遇到你这么麻烦的女人呢 翠花以为方德怕自己会连累她 让方德放心 表示自己一人做事一人当 然而方德虽然有点嫌弃翠花的所谓 但更多的还是担心翠花 该如何收场向李小桓交代 帮翠花想了一个一劳永逸办法 回今之际 唯有你这个苗大食一死一谢天下 很快大街上张贴了黄大食要被处斩的公告 原来方德准备让翠花假死摆脱小桓的纠缠 刚好有个死刑犯要处斩 方德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 大官也很愿意配合演制出戏 然而即使是假死 翠花都要死得轰轰烈烈的 精心打扮一番 接着演出开始 翠花闪亮登上刑场 按照计划翠花只要被斩就好了 没想到翠花还要康慨激扬一番 我苗大食虽然犯案累累 但是我无愧于天地良心 在这节骨眼上还要出风头 你什么女人呢真是 更没想到的是 到死还要撩下小桓 我苗大食从来没有爱过其他人 除了她 小桓 有缘 我们来生再见吧 小桓还以为自己错怪了黄大食 悲痛欲绝 然而就在翠花为自己的深情 款款不疑洋洋之时 差点让小桓心生结法场之心 爱惨了苗大食 索性方德让大官赶紧按计划行事 只见翠花被压上形态 拉下白布条和真正的死球兑换 完美地在小桓面前演完了整场戏 以为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 可没想到苗大食的深情 让小桓念念不忘 还要去云莱四位苗大食立个牌位 谁曾想那么巧 翠花和方德刚好也在 还因所事吵了起来 说漏了嘴 好 就都不跟你算 就跟你说新的吧 你把苗大食勾引你小桓的事 怎么说 我高兴 苗大食